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互动影响而显现出来的 主宰命运的不是别的 正是人自己 命运修造的几大秘诀 一 因果定律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 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 这是宇宙的最根本定律 人的命运当然也遵循这个定律 认同因果定律的不仅是佛教 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等等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大科学家牛顿等人 也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人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都是因 都会产生相应的果 如果因是好的 那么果也是好的 如果因是坏的 那么果也是坏的 人只要有思想就必然会不断重因 重善因还是恶因由人自己决定 所以欲修造命运者必须先注意和明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 起心动念 会引发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 由这些语言和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二 吸引定律 人的心念 思想总是与和其一致的现实相互吸引 人都是选择性的看世界 人只看得见和留意自己相信的事物 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物就不会留意 甚至视而不见 所以人所处的现实是人的心念吸引而来的 人也被与自己心念一致的现实吸引过去 这种相互吸引无时无刻 不在意一种人难以察觉的 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着 一个人的心念是消极的或者丑恶的 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消极的或者丑恶的 一个人的心念是积极的善良的 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的或者善良的 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心念思想 使之专注于有利自己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上 那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 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 吸引到其生活中去 而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 也会把这个人吸引过去 所以控制心念思想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 三 深信定律 人如果真正深信某件事会发生 则不管这件事是善是恶是好是坏 这件事就一定能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 好的信念是一种福 想给自己种福必须建立好的信念 四 放松定律 人只有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 才能取得最佳成果 任何心态上的懈怠或急躁 都将带来不良结果 什么心态是最佳心态呢 答案是越清明无念越好 把目标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人格 理想境界 理想人际关系和理想生活等等东西上 然后放松心态 精进努力 做你该做的 不要老惦记着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到来 则这些东西的到来有时候能快到令你吃惊 相反 如果你对结果越焦躁 你就越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五 当下定律 人不能控制过去 也不能控制将来 人能控制的只是此时此刻的信念 语言和行为 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 只有当下此刻是真实的 所以修造命运的专注点 着手处只能是当下 舍此别无他途 根据吸引定律 如果人总是悼念过去 就会被内疚和后悔 牢牢套在想改变的旧现实中 无法解脱 如果人总是担心将来 人的担心就会把人不想发生的情况 吸引进现实中来 正确的心态应该是 不管命运好也罢坏也罢 只管积极专注于调整好 做好目下当前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 则命运会在不知不觉中 向好处发展 六 应得定律 人得到应得到的一切 而不是想得到的一切 用千金者值千金 应饿死者必饿死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命运修造者 必须要提高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提高 则人应得的 不管质和量都会提高 七 间接定律 要提高自我价值 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必须通过提高他人价值 间接实现 例如你要提高自己的自尊 必须通过首先提高 别人的自尊间接实现 你要有所成就 必先通过成就别人 间接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 间接定律中提高自我价值 和提高他人价值 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即当你在提高别人价值的时候 你的自我价值马上就提高 八 不失定律 不失就是给出去的意思 这个定律是说 你不失出去的任何东西 终将成倍地回报到你身上 九 不图报原则 这是不失定律的补充 这个原则是说 你不失的时候 永远不要期望获得回报 你越不忘回报 你的回报越大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十 爱自己原则 一切利他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的开端 就是接受自己的一切 并真心喜爱自己 只有这样 你才能爱别人 才能爱世界 你才可能有真正的欢喜 安定和无畏 才可能有广阔的胸襟 你如果不喜欢 不满意自己 那么你是无法真正喜欢别人的 这点非常重要 有些人把爱自己 等同于自私自利 这是误解 如果仔细体会就会发现 你如果对自己不喜欢 不满意 就会很容易生出 嫉妒心和怨恨心 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 爱众生的同时 为何把自己排除在外 所以请先好好认识自己 先跟自己做好朋友 再谈爱其他众生 十一 宽恕原则 如果把消极思想比作一棵树 那么其树根就是称心 把这个树根砍掉 则这棵树就活不长 要砍掉这个树根 必须懂得如何宽恕 第一个需要宽恕和原谅的对象是父母 不管你的父母对你做过 或正在做什么不好的事 都必须完全彻底地原谅他们 第二个需要宽恕的对象是 所有以任何方式伤害过 或正在伤害你的人 记住你无需与他们勾肩搭背嬉皮笑脸 你无需与他们成为好朋友 你只要简单地完全地宽恕他们 就可以砍掉消极之树的树根 第三个需要宽恕的对象是你自己 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请先真诚地忏悔 并保证不再犯 然后请宽恕自己 内疚这一沉重的精神枷锁 不会让你有所作为 相反会阻碍你成为 面貌焕然夜新的人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十二负责原则 人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负责 当人对自己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时 人就会向前看 看自己能做什么 人如果依赖心众 就会往后看 盯着过去发生的 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 长虚短叹 事实上对你负责的 也只能是你自己 请时刻提醒自己 我对自己的一切言行 境遇和生活负完全的责任 十三 不对抗原则 切记 由于命运对抗的想法和心态 这容易使人生不平之心 你想和命运对抗 其实是在和自己较劲 这样越对抗越难摆脱 最好的心态是 不管命运是好是坏 我只管修自己 一日修来 一日攻 这样坏者变好 好者更好 所以改变命运 应称为修造命运 十四 除草原则 人的杂念 妄念就像花园里的杂草 杂草不需要专门的照料和养分 它自己就能长得茂盛 如果不管它 花园就会杂草丛生 所以一个好的花园 必须时常进行除草 所谓实时勤浮式 相反 正见善念就像花园里的花朵 必须细心 种植栽培 才能生长得好 所有善知识 和有用的有力的资讯 都必须时时接触和复习 重复重复 再重复 把性格修造 这种脑力劳动 彻底变成体力劳动 十五 行动原则 有行动才有急凶 无行动则无急凶 例如一个人有了病 却不配合治疗 不进行体育锻炼 病会好吗 做了善事 中了善因 就会产生一股力量 把人的行动 向急处推 但是没有行动 这股力量如何显现呢 所以学佛行善 所带来的吉祥 也必须在行动中 才显现出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